欢迎收看小高 跳水奥运冠军全红蝉的生活迎来了新的变化 一家知名汽车品牌向全红蝉赠送了一辆新车 这一举动不仅让全红蝉的家庭交通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 更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全红蝉在东京奥运会上的一跳成名 她的专业动作和出色表现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 起跳时 她腿部力量的爆发恰到好处 无论是三周半还是其他高难度的翻腾动作 都能保持紧凑的身形和稳定的旋转轴心 入水时几乎不见水花 正是凭借这些刻苦练习和天赋 全红蝉在奥运会上摘得了金牌 为中国跳水队增添了荣誉 她的成功不仅激励了众多青少年对跳水运动的向往 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跳水后背力量的强大 随着知名度的提升 全红蝉逐渐成为了体育界的明星代表 她的形象塑造不仅关乎个人 也影响着大众对运动员群体的认知 在日常生活中 全红蝉展现出质朴纯真的性格 她的言行举止都受到了公众的关注 这种高知名度虽然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机会 但也带来了挑战 如外界对她生活细节的过度关注 因此 全红蝉在成长过程中 需要更加注重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 以更好地应对公众形象塑造的要求 这次品牌方赠送的车辆是爱安霸王龙 这一行为无疑是对全红蝉影响力的认可与商业利用 对于全红蝉家庭而言 新车的到来改善了家庭的交通条件 但同时也引发了关于运动员收受礼品 是否合适的讨论 从一方面看 这是品牌方基于全红蝉的体育成就 和商业价值所做出的商业行为 在现代体育商业运作模式中有一定的普遍性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 这也可能会引发公众对运动员是否会因过多接受商业馈赠 而影响竞技专注度的担忧 全红蝉的家人在处理这辆车的使用问题上 也表现出了谨慎的态度 除了这辆新车 全红蝉还有一辆红旗H9 但因其代表国家荣誉 家人很少使用 仅定期启动维护 而爱安霸王龙在征得全红蝉同意后 成为了家用车 这体现出家庭对不同来源车辆的重视程度差异 以及对国家荣誉的敬重 这种谨慎和敬重的态度值得肯定 也反映了全红蝉家庭在面对外界馈赠时的理性应对 新车的到来恰逢外婆的生日 全红蝉的父母满心欢喜地备好了各类礼物 驾驶着新车前往外婆家为外婆庆祝生日 这一温馨的家庭聚会 展现了全红蝉家庭的亲情和和谐 外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眼角的皱纹都透着欢喜 这种质朴 本真的家庭亲情是全红蝉最大的感情支持 也是她能够在赛场上拼搏的动力源泉 这种质末是全红蝉家庭的感情 这种质末是全红蝉家庭的感情 我这种质入家庭的感情 想和谈盈录 就是给颠缩的赛场 接着鼓子是准备的